一年一度的报税季又开始了 那么新的一年里又有哪些变更和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呢? 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今年的时间比以往稍有不同 IRS宣布,2022年1月24日,民众就可以开始进行报税了 由于4月有公共假日,今年的截止日期为4月18日 而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则为4月19日 同时,4月18日也是申请自动延期报税和支付税款的截止日期 若纳税人申请了延期,则必须在2022年10月17日之前提交税表 第二,IRS鼓励纳税人使用电子方式提交报税 并通过直接转账存款 由于此前疫情的缘故,国税局在税务处理的工作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今年国税局提供免费报税,于1月17日开放 相关规定表明,2021年收入不超过7万3美元的纳税人 在使用商务报税公司的软件可以进行免费的电子报税 大家可以进入IRS免费报税页面进行操作 此外,为保证快速获得退款 纳税人在提交税单时,需要提供直接转账存款的银行账号 第三,留意关于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第三次经济影响补助金的信件 IRS在2021年12月下旬至2022年1月发送2021年子女税优惠预付的信函6419 收到此信函的纳税人可提交2021年税表来领取剩余的款项 若符合条件,但并未收到此信件的纳税人 可以通过报税来领取全部优惠款 另外,2022年初,IRS发送了信函6475 其中包含第三次经济影响补助金和追加的补助金总额 根据2021年税务信息不符合条件领取第三次经济影响补助金 或未收到全额款项的纳税人可能有资格获得纾困金退税额 可在提交2021年的纳税申报表中申请抵免 为保证大家能快速完成报税且加快拿到退税 小编强烈建议大家尽快以电子方式提交准确的纳税申报表 并选择直接算上存款以避免延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